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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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花 花 飄散在天之涯 窗前 揭敗月光 曾沛 看 岁月披上 风霜 再回头 无尽牵挂 落叶翻雨下 模糊了天堂 谁还在 尽头呼喊 落叶婉转的忧伤 游丝无牵无果 悠扬的飘到水面上 再哭话 落叶婉转的忧伤 游丝无牵无果 随着风轻轻化 遵守着心的忧伤 少主 少主 金黄公主对你如此无情 你就莫再怜香惜玉了 你说得对 或许有一个办法 可以让静儿嫁不成 又可借刀杀人 少主有何高剑 小得愿闻其想 明日你与幽兵 把静儿抓回万古族 再把王英引来 王英卫救静儿 王后卫救大王子 双方必定会争个你死我活 到时候王英胜 除掉王后 就可替我为娘亲报仇血恨 要是王后胜出 除了王英 到时候 我就杀了王后 救出静儿 一石三鸟 二王子果然高见 小得真是佩服 王鹏 X鹏 神 想不到 大人也学会讨人欢心的事 你所追寻的 他能给 本尊亦能给 我知道大人无所不能 可我只想要 王大哥的爱 你这只是一种执念 让你看不清 放不下 也许吧 可我若连执念都没了 也就烟消云散了 妈 我若连执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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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要多汪连执念你 你可能会要多汪连执念你 你可能会要多汪连执念你 就不许姐姐有人劝解安慰吗 要是姐姐选择扶生大人就好了 她是先 法力高强 而且对姐姐痴心一片 比那个王毅不知道好多少倍 这么说来 要是她能帮小微姐 驱逐对王大哥的执念就好了 这样一来 也许大家就都能轻松解脱了 对不起大人 小微还是放不下臣 好 恭喜 恭喜啊王兄弟 李将军 兄弟啊 你与公主成亲太古仓促了 我都来不及特意为你准备礼物 来 这是我家祖传的一对龙凤玉环 权当贺礼 也是为兄一点心意 还望王兄弟相纳 谢将军 兄弟啊 这公主 所以忘却了自己的身份 但她毕竟还是金枝玉玥 日后 还望兄弟好好善待公主啊 将军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对待静儿 请 王大哥 阿连 郑贤弟 你们都来了 今天是王大哥与静儿大喜之日 我怎么能不来呢 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就祝你们百年好和 白头偕老吧 谢谢 这吉时快到了 咱们也没见新娘子 是不是在别院里啊 要不我去看看 你这妖孽现在还敢出现 失去的话快点滚 听到没有 快给我滚 给我把她拿下 是 站住 住手 小薇 请你离开 我最后再求你一次 跟我走吧 我要和静儿成亲了 我希望你能成全 什么 你竟然 要我成全你 我曾独信你对我许下的承诺 而如今 你不仅毁约 还要我成全你 要我眼睁睁地看着你跟别人成亲 我告诉你 我做不到 小薇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明白了 从今以后 你我仁妖殊途 再无瓜葛 不 你我是不可能断的 因为你心里爱的人是我 是你要我们之间彼此坦然 绝无欺瞒 难道说 你心里爱的人不是我是李静 只要你亲口说出来 我绝不再纠缠 你这又何必呢 你终究还是说不出口 你是不想说谎 对吗 你曾经说过 你爱的人是我 我信了 可你现在怎么能反悔呢 王大哥 你跟我走吧 我求求你了 王大哥 静儿还等你成亲呢 你要为这妖孽辜负静儿吗 来 巫医师太高兴了 竟然忘记拿盖头了 小姐别急 我这就去拿 好 你是谁啊 我是王校尉手下兵士 来看看新娘子准备好了没有 我已经准备妥当了 你去告诉大哥 我马上就过去 好的好的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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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小姐不见了 小伟 我已经决定了 从今以后 我会对静儿一心一意 请你谅解 休想 你要是和别人逞弃 除非我死 小伟 站住 放开王大哥 我的事轮不到你插进去 师姐 姐姐 师姐 住手 这是王大哥和小伟姐自己的事 别多关闲事 住口你这个混蛋 姐姐 小伟 我已经决定要去静儿了 如果你再不离开的话 你就别怪我刀下无情 你 那你就杀了我吧 杀了我 我便死心 王小伟 不好了 静儿小姐被妖兵抓走了 什么 你说 是不是你勾结妖兵 抓走了静儿 不是我 大胆妖女 你声东击西 到底把公主接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不是我 不许你们无限我姐姐 住口 一方面是大闹昏堂 另一方面是妖兵劫走了静儿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啊 你是不是怕静儿跟王大哥成婚 故意施此迹 真是歹毒 我说过了不是我 你不去抓妖兵 在这儿与我纠缠 不怕妖兵杀了李静梦 闭嘴 不许你诅咒静儿 我非除掉你这个妖孽 住手 王大哥 你不相信我 告诉我 静儿在哪里 你也不相信我 静儿是无辜的 你不要伤害她 她是无辜的 那我呢 我是妖 所以就有罪 你就是个妖 而且是一个弯性的妖 我今天被除掉你 师姐 放手啊 彩萱 快点小围姐走 放手 快点小围姐走啊 放手 快走 放手啊 不放 姐姐 我们走吧 快放手 走啊 松手啊 师姐 你放手 放手 快走 放手 谁是你师姐 我没你这个师弟 你 我刚拿出盖头来 就见妖兵把小姐抓走了 一下子就不见了 是我不好 我没有保护好小姐 王校尉 我求求你 你一定要把小姐救回来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静儿救回来的 王大哥 我 我知道妖兵把静儿抓去哪儿了 你把静儿抓去哪儿了 有什么好好的 你干什么 还是在那儿 我 你把你拿走 你拿回来的 我让你拿走 我拿走 你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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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妖兵被庞兄弟设计打败 不敢再来 但是没想到今天又出现这样的事情 都怪我 不 不怪你 都怪我太大意了 事不宜迟 我们快去救人吧 要不要告诉李将军 派兵援手了 此事不能过于声张 首先静儿的身份不能暴露 大张旗鼓的出兵过于张扬 第二 我们没有证据 证明是万古族把静儿抓走的 如果贸然出兵的话 可能会引起两族人的战火 王大哥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什么比静儿更重要的吗 你不明白的 静儿比我 更珍惜老百姓的性命 不过你们放心 我一定想办法把静儿救回来 郑贤弟 你熟悉万古族的地形 麻烦你带路 阿连 庞郎 麻烦两位一起帮忙吧 好 有些人与妖为伍 跟我可不是同路人 师姐 就算你不把我当师弟 我也会一辈子 把你当成是我的亲戚 算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去救公主 多一个人 多一份胜算吗 阿连 就别生旁郎的气了 好吧好吧 就算给你个赎嘴的机会 不过王大哥 我担心四个人 会不会有点实单力薄 这个不必担心 我毕竟是万古族人 在族里 多数人跟我是亲戚 我们四个人去 不容易暴露行踪 要是人多的话 反倒会招惹麻烦 说得没错 敌民无暗 方便行事 那事不宜迟 我们上路吧 嗯 你们是谁 为什么把我抓到这里来 金黄公主 我可等到你了 你要做什么 我要你的心 救我的王儿 不 别碰我 哎呀 既然人已经抓来了 就赶快动手吧 抓紧时间 快点把他的心挖出来 给我王儿换上 王后 稍安五躁 按照大王子的生辰八字 要等到晨曦即使 那时阳光普照到大王子身躯 将大王子身上的阳气 与晋公主的阴气相融 方能唤心 你讲的是真的 我费了这么大心思 将人接来 你还是不相信我 也罢 就让他再多活几个时辰 反正人已经到了我的手里 我就不相信 他能飞出我的手掌心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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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你干什么呢 起死回生 本就是逆天而行 这些平常人 承受不住 也属正常 王后 你有灵物护体 莫及莫荒 别骗我 你别想再骗我 我命你立刻取金黄心窍 立刻 时机未到 属司徒不能聪明 王儿 王儿 骗我 你一直都在骗我 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救我的王儿 你不过是在利用我 你不过是在利用我 我拿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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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我的王儿 好 哭 死我 咬 看我 来 想要 ": 孽种 快点 公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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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维 我是替你取心窍换星的 杀了他 心窍就是你的啦 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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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走 小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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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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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不行 我要找他算账 采薛 你别去了 当时那个情况 王大哥难免误会啊 什么意思啊 难道当时你也误会我姐姐 当然不是了 我 我什么时候怀疑过小薇姐啊 那就好 不要拦着我 采薛 听我的 还是别去了 定 我知道你左右为难 就在这里等着我吧 采薛 采薛 怎么解啊 怎么解 快解 二王子 我万万没有想到 司徒长老竟然会是妖 还害死了王后与大王子 如今 大王 王后与大王子 都已先世 族中群龙无首 恳请二王子能够留下 继承王位 执掌万古族 长老 我才数学浅 也从未想过继承王位 至于这个位置 还是留给族里更适合的人 选来担任吧 由您继承王位 于情于理 再适合不过 由旁人继位 恐怕名不正 言不顺哪 二王子 还请您三思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况且 我还要送静儿他们回南疆去 正兄 你莫要顾及静儿了 还是要以前途为重 静儿 我不单单是为了我 也是为了我娘 我娘在世的时候 只希望我做一个 普普通通的人 平安度日 如今她不在了 我留在这里 也没有什么意义 倒不如完成她的心愿 回到中原去 嗯 嗯 我师弟 到底去哪儿了 难道真的与愿为伍了 你不是说 从此以后跟他断绝关系吗 话虽这么说 可我还是担心呢 三妹 我扶你回房休息了 好 不用了 让阿莲付我就可以了 大哥 你也累了 早点回房休息吧 好 走吧 小心啊 小姐 小姐 太好了 你可算平安回来了 李继 采雀 我姐姐为了救你受了伤 你要陪她一套性命跟我走 放开 我就知道你这妖女 早晚出来害人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不要啊 我 你 你答应过我 不会害人的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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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说过 你永远不会伤害我的 没想到 她也是药 我想起来了 她是古宅那个荷花药 老药的义女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 我以为那个荷花药已经死了 而且你们曾经救过她 她也细心地服侍我 没想到 竟然是别有用心 我竟然出手伤了她 我真该死 我真该死 彩雀 你怎么了 彩雀 姐姐 我再也不要为人动情了 都过去了 有姐姐在 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会再奢求王大哥的爱 只是 我娘和彩雀都因我而受伤 我不能辜负他们 所以我要活着 我要取礼敬的心 我会帮你完成心愿的 大人 小微虽然愚钝 但也知道 天家先人武衰之孝 大人为了我 已经牺牲太多了 小微不知该如何报答 我做的都是我想做的事情 与你无关 也无需报道 大人 既然赌局已然结束 大人你也看到了你想要的结局 还是回寒冰地狱吧 你怎么现在真的变得像人一样 这么啰嗦废话 既然大人愿意帮我 那小微 还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是我娘 她突然不见了 毕竟母女怜心 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觉得她会有危险 劳烦大人去看一看 确认我娘无事 小微便安心了 你是妖 却谁都放不下 但你可知 我最放不下的 是你 有劳大人 有劳大人了 夫君 夫君 我的伤势太重了 你不必再厚非原神救我了 夫人 我若不救你 怎么对得起我们夫妻多年的情分 是我对不起你 我不应该什么事情都瞒着你 我不该瞒着你 去救小微 但是 她是你的女儿 你怎么能解死不救呢 好了不说了 你受了重伤 若再劳神 恢复起来就困难了 你真的不要再救我了 你上次练功的时候 已经遮损了修为 若现在再救我 你的灵气也会大损的 夫人 你不要再说了 只管疗伤就是了 是吗 你不不得了 你都没有人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我得了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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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情深义毒啊 既然你们如此多情 就结伴一起去阴曹地府吧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知道 青妹 你不肯跟我走 好啊 我要士天爵 士天爵 就不能落到你这种卑鄙的小人手里 口出狂言 告诉你 现在 你已经成了我的手下败将 你没资格了 我告诉你 只要我得到了士天爵 这天下 就不会再有人与我为敌了 哈哈哈哈 啊 啊 我会死 救我 我会死 我会死 救我 救我 啊 啊 父亲大人 你确定跟着她 就能找到小薇和彩雀 那也不一定 小薇想要李靖的心强 我必须要杀了她 免留后患 蔡娟 你的身好点了吗 没事吧 蔡娟 对不起 我误会你了 你别难过了 你这妖女终于找到你了 师姐 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要亲手展览你这个妖女 我不许你伤害蔡娟 你给我闪开 康莲 康莲 康哥哥 康哥哥 让我看看 康郎 康莲 走啊 康郎 康莲 阿莲 走啊 你伤了康哥哥还想走 我不是故意的 康郎 要杀要挂 助我来 为什么要对康哥哥 下这么狠的手 我是妖没错 可是我的心肠没你狠毒 居然连自己的尸体都伤害 我不是有意的 康郎 走啊 康郎 阿莲 阿莲 快走 不要 康郎 不要 康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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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睁开眼睛 看看我 你是不是很疼 睁开眼睛 看看我 康郎 你看看我 康郎 这是怎么回事 姐姐 她那狠心的世界 把康哥哥眼睛给伤了 你看看我 你看看我 你看过 你可以睁开眼睛吗 康郎 先别着急 就庞郎要紧 去吧 就康郎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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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不会爱 不相信 却只怕无人的夜里 拿回忆来清醒 它占据我的眼睛 你却藏在我心里 错乱的爱情 忘记了聪明 心碎的声音 此的心是否就可以 不会爱 不相信 却只怕无人的夜里 拿回忆来清醒 那回忆来清醒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